聊不聊起行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来聊聊结构 这是我在录制视频之前的一个小稿 同样也是老规矩 我就用这一个小稿来聊这个结构 这样的一个画作呢 其实跟我刚刚聊到的一个球体 确实是非常的接近的 因为一个球体从外轮廓上看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跟这个橘子它本身也会很接近 是不是 只是说这个球体是完全的一个圆 那么这个橘子呢 可能这个地方古一点点 这个地方古一点点 这个地方又古一点点 这个地方又古一点点 假如说它有十半 那么它可能会有十个地方 会更多的古一点点 但是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形体 一个形状特征 它跟这个球还是非常的类似的 然后我们再结合一个光影来看 来分析 如果光从这边走过来 那么球体的话 米亚交易线会走在这一块 是不是 会走在这一块 那么上面自然就是受光 下边自然就是黑夜光 当然投影呢 在这一块 OK 如果这么分析啊 来看 其实这样的一个橘子 跟这样的一个球体 是非常的类似的 所以这个就是聊到了我们的 这个光影观期的一个米亚交易线 好了 回到这个橘子来看 其实确实也是好 这橘子米亚交易线它也是在照 这一块是最明显的 只是往后面走的时候 到这一块的时候 它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好区分了 其实上面是固有色受光 下面是反光 哪里是具体米亚交易线呢 只能够这样推敲下来 好像是往这边走了 但是这里不是那么的具体 不过呢 从左边往右边来看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这一块是最明显的 这个就是对米亚交易线的一个理解 特别好说 接下来呢 球体的结构 就浑身都是语言嘛 对不对 球体的结构就是浑身都是语言嘛 但是呢 这个橘子呢 有一点点类似 但也不完全相像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点类似 但也不完全相像 我们前面有跟大家切过一个苹果 那个视频是完全的 最最最直白的 把一个苹果切开 来分析它的结构线 是很透彻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和大家一起来切了这个橘子了 我直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一个橘子的一个结构线 我就直接往手稿上就去画 同学们 有几个点 一定要让大家呢 重点画一下 第一 就是穿插 那么这个穿插呢 也是聊到那个内外形的这一点来 刚刚也聊到这个叶子 从这一来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到这 如果说从结构上去理解的话 它肯定是往里面走过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形 但如果说我们从它的一个前影的形来走的话 它的这个形啊 肯定是从上面走走走走走 一直走到下面 这里来 这个形呢 是它的一个剪影的一个形 然后这个形呢 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它的本身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形 好 聊到这里 我们再深入地来聊这样的一个橘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块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是它的一个剪影 对不对 但是剪影里面它会有内部的一个结构 我们切过一个苹果的就知道了 我们来仔细来看 从这一开始来聊哈 这个形呢 在这里就很明显 鼓起来了 它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外面的形状 然后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往上面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里会有一个莫名的一个凹陷 然后从这边下去的一个小细节 我们可以从原图上就能看得到 这个小细节我们可以得知啊 它这里也来了一个形 往这里来 来到这儿 但是它们两个相交接的时候呢 就产生了一个穿插 好了 那么这一个形呢 慢慢地走啊走 往下面走的话 它就走到背面去了 从这里走走走走走走到背面去了 然后从这里走下来 然后从这里走下来 但是这个形呢 它是怎么走的呢 它们俩相遇以后 走走走走走走走进来 走进来走进来 就走到这儿 所以像橘子半一样哈 它是一半一半的 给它从这里可以掰开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形啊 顺着这个橘子半的感觉 从下面走走走走走 走到上面走走进来 然后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内外结构的一个转换 这就是内外形的一个理解 好了 我们再来看啊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也会有一个 上面形走到这儿 下面形呢 往上面走走到这儿 它会也有一个线下去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里呢 也是它已经来事了 你看从这里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里 它们两个外形相遇以后 它往里面走去了 它开始往里面走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个透视啊 让我们有一点空间思维 加入进来 就会更好的能理解 走进来 然后呢 这一个形走走走走走 走上面 好从这里 就慢慢的走走走上来了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个是外轮廓形 这个是内部的结构形 这样子组合就是它一个内外结构的一个转换 OK 同学们 我们聊到内外结构的转换 那么这里呢 你看 这一块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拌开 就形成了一个 一半一半的橘子 对不对 与此同时 这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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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一半一半的橘子呢 组合成了这一整颗橘子 对吧 所以画结构线 我们在哪里画结构线 这也是我们怎么去表达这个画面的一个体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平日里呢 我们讲的更多的就是在它起伏比较明显的地方 去画它的结构线 好同样的道理 你看这个地方它凹进去比较明显 是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上结构线 如果说这个地方鼓起来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吗 也可以 不管是凹进去还是鼓起来 只要明显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表达它的结构线 你看内外结构线的一个转换 好 然后这边 你看这里也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鼓起 这样子来的 OK 聊到这里的话 同学们会想 哎 感觉好像是个南瓜哈 这就对了 其实这个橘子跟这个南瓜是非常的相似 是非常的相似 只是说橘子会更小 然后呢 它这起伏会没那么明显 南瓜会更大 聊完了竖线结构线 再聊横线结构线 那就太简单了 同学们仔细看 这上面会好像捏了一下一样 也像个南瓜一样 会有一点点扁平啊 这上面 所以呢我们称之为 这上面这一块叫朝上面 朝上的面 所以是在这一块高光以上的部分 这就是一个朝上的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到画面当中啊 最骨切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再来画一个 最骨切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蓝腰结断的感觉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啊 上下两个部分组成啊 那么这一块 是朝上侧的面 就是既朝侧又朝上 对不对 那么下面这一块 自然就是下侧的面 是吧 OK 然后呢我们再看这里还有个小底 可以看到一点点往里面凹进去啊 因为它是个圆的嘛 它始终能看到底面的一小部分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区分一小段出来 但是这一小段呢 是朝底的面 朝底的面 所以这一块受的反光会最最最最最强 因为朝下 但是这一边呢 受的反光最最最最最弱 因为它也是朝下 好 那么同样两个最朝下的点 为什么这个朝下的点会受到反光最强 这个点受到反光最弱呢 因为这里朝下正好是朝着这个 这一块板面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反光 好 这一块朝下也是朝这个板面 但是这里会有个投影 所以它朝下也是朝着一个黑的 所以它的反光会比较的弱 两个朝底的部位 但是呢 它所表现出来的光影规律会完全不同 说了朝上 朝上侧朝下侧朝底 那么这里呢 我们分为了一二三四个大块面 好了 接下来说了上中下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左中右 好吧 左中右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像这一片区分为左 前面这一大片区我们可以分为中 然后这一片区可以分为右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小片区 以及呢 这里可以也可以是一小片区 我们可以分为左 后 这里是右 后 可以这么去区分开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样子去分的话 那么这样子去分的话 我们又多了几个块面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你看 左 右 前 好 然后呢 后 右后 这里是后 是左后 然后还有上 还有底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分为上前 上上 左上 后上 右上 右后上 然后 下 右下 左下侧 分为这么多块面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说上吊子的话 就只需要结合这些 块面颜色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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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去铺盖 然后呢 根据这个结构上的转折点 进行颜色的变化 这样子 依据这样的一个理论去画的话 第一 你会画得更快 第二 你会画得更符合逻辑 会画得更加的有道理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结构的一个讲解 当然 还有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 只要表达就可以了 不要 过分的去表达 这里我强调一下 如果说你过分的去表达这些结构的话 它会像一个南瓜 甚至会 表达的会 特别的有肌肉感 会失去这种 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果子的一个美感 所以这里呢 会强调一下 但是呢 还是要表达表达的时候 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表达 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加的清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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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